你好 好棒哦 好好好别激动 别激动我不会 别激动 别别别别 好好好别别别别别 他看到他对骑摩托车的挺有独钟 下去吧 你哄得出他吗 哄不住 怎么会感觉这么大 不是他应该是好像没下车了吧 还好 还好 今天是我一人一狗 我模拟中国的第三天 然后我在路上遇见摩托了 2K湖北的摩托 你们是情侣关系吗 还是朋友 朋友是吧 你们从哪里过来呀 重庆 你们车 我的意思是你们是湖北人吗 我是湖北人他是四川的 哦 那现在打算去哪里 呃 现在是往贵州追踪走 然后再往那个云南吧 有没有目的地 没有目的地 这随便玩 对 然后后期打算去西藏吗 去年是从西藏回来的 去年走的是新藏县 新藏县 日月要214吗 219 啊对 哦 你们这些是从新疆到 新疆到四川 然后在四川过完年之后 从四川走尖藏县去林芝 然后看桃花节 哦 挺好的 那你们去年是走了很远的路吗 加上今年一共差不多是八个月吧 八个月都在外面啊 都是你们两个吗 对 这是一款什么踏板啊 天鹰的 天鹰的 还乱多少 250的 250啊 对 有没有算过多少公里 这个车跑了有半个钟 有没有算过跑了多少公里了 跑了半个钟 一万八千多公里了 性能怎么样 在路上基本上没坏过 那挺好 那有换过胎吗 胎肯定换过 哈哈哈 我这个车跑西藏 我去年骑这个边上门跑 趟西藏 我换了四个胎 好像 如果你不刷胎 他不就磨 因为我这个行李比较重 比较磨胎嘛 我小哥他们带的行李也很多 也有帐篷 这个车你们一天可以跑多少公里 看心情吧 正常情况吗 正常情况的话 从早上出发的话 我们一般都是中午12点之后才出发 哦 如果说早上早一点的话 一天也可以跑个五六百 五六百 那挺远的 我这车也就跑个200公里左右 我也是比较摸紧 因为那边走边玩嘛 那边也是自己做饭吗 呃 这个看看地方吧 有些地方如果想吃一些特色的话 就自己不做了 嗯 如果说没特色的话就自己做饭嘛 那扎营呢 扎营的话选地方嘛 隔几天住一次店吗 对差不多 啊 我们看到车牌已经被泥巴挡住了 啊 这个踏板车也很厉害 所以说 呃出行其实不管是踏板车也好 三轮车也好 还是两轮车也好 主要是有一颗在路上的心 小姐姐刚刚说一句话就是 带个狗好幸福啊 带个狗比带个人好 真的 哈哈哈哈 这叫打不还 呃 手 骂不还口 对啊 我要是就是他有时候不听话 我打他的手 我也要是带个狗 我不带他会他会打我 他会还手的 嗯 那你们一起就跑了 一起跑了八个月了吗 嗯 和他是一起跑了八个月 我之前是跑了 之前他是一个人跑 我们都是单独的 后面碰到的 啊 你没有骑车吗 还是 我没有 我会骑车的 他是 我是碰到他过后才我们才同行的 哦 那这个车 这个车 转转的量是挺强的 八百多斤啊 餐具嘛 嗯 然后就是这些 厨房药品做饭的 嗯 然后做桶里面是 呃 维修工具 哦 你会修车吗 会修 这边两个包子衣服 这里面 呃 一些杂用品 然后 呃 有这家里面带着什么纳露什么的 哈哈哈 帐篷啊 睡袋 这是睡袋 这是那个 你拿个网子嘛 你把纳露拿个网子 呃 挂在旁边嘛 别捂坏了 现在天气慢慢热起来了 对 哎呀 好惨 我今年都没有纳露吃 因为我卖网了 今天基本上要把它给吃完 嗯 这里面是零食 这是那个 他的化妆品 哈哈 女孩子出门带的行李会比较多一点 我也带化妆品的 然后 那边是锅 还有折叠的盆 啊 基本上能带都带的 工具体齐全的 这你们在外面没有像我一样的 因为我是旅行嘛 边旅行 然后边拍些视频 嗯 我没拍 我想拍 赚取路费嘛 那你出行 我拍全扣他拍 哈哈 不是 你出行肯定要有一个收入来维持这个旅行啊 我是工作嘛 你是工作 对 我就是一个长途测试的 哦 专门测试新车的吗 对 测试新车的 拿工资干活 然后这样子啊 你是有专门的厂家还是说 专门厂家 然后或者也可以去找其他的厂家都可以 是吗 还有这种职业 哈哈 我 我那个 我羡慕了 我也想啊 因为我呃 骑车还是骑的蛮久的了 但是虽然有厂家 我有卖这辆车 但是厂家没有赞助 他不想这样做 完了这辆车也是我自己花钱购买的 这辆车新车价格的话2万左右嘛 然后我是买的二手车 他跑了2000公里1万多块钱买的 可以可以 然后到现在为止也跑了1万多公里了 可以实现一个小梦想了 哈哈 所以说我觉得你的工作挺好的 对对对 这个就是结合了理想和现实结合 我也觉得 对啊 那这款车是什么厂家呀 浙江天音的 浙江天音 对 我还没有说实在我没有听过 没听过是吧 嗯 他们除了出踏板 还有其他一些什么牌子没有 主要是踏板 然后再就是攀爬 就是现在出了一款复古的 厂家是一般是往那个东南亚销的 哦 比较能装人这个车 比较能装人 比较能装人 像印度东南亚那边 哦 一个车可以拖好几个人 哈哈哈哈 是是是 哎小哥方不方便透露一下 一般这种的话 除了他给你工资之外 还有没有什么生活补贴 比如说一日三餐啊 住宿费之类之类的 有啊 是就收到补贴 然后油费住宿都会报销的 是吗 哈哈哈哈 哦 我记住了 那你这边是会给厂家写测评吗 还是说会出一些油记啊 给厂家写测评 我们只是把它说车架也好 还是说那个车壳也好 排气发动机 嗯 等等一系列 所有的问题在路上 因为走的路不影响 嗯 所以说都会遇到 就是有有时候会会有一个坑的话 嗯 会导致一些零件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易事件会脱落 会破产 这些就是刚性 还有车架的一个结构性稳定性 我们要写一个那个数据 然后接触一下 他有没有时间就是说让你跑多久啊 啊 一辆车是规定是2万公里 2万公里 那你这快了哦 他的产家产地是在 浙江 浙江 泰州 嗯 挺好 那你我想问一下 那你就是除了这台车 之前还测试过其他一些车吗 啊 有测试过 很多吗 对 不是不是很多 反正做这个职业是 这两年从前开始 啊 我觉得这个职业让他好羡慕呀 不知道有没有厂家愿意 虽然我不会修车 但是我这条视频发出来 有没有边上的厂家愿意让我给你测试一下的 我也可以测 哈哈哈哈 挺好挺好 不错不错 啊 路上遇见就是缘分 我们问一下小哥哥跟小姐姐 你们今天晚上在哪里扎营啊 准备住店还是扎营 我今天估计会赶到尊义吧 啊 你们今天会到尊义啊 对 我到不了了 我可能就在前面找个地方 趁天会黑的时候找个地方扎营就好了 我们现在是 我是 还有一个一个多月的时间 因为我要回去取钢板 哦 你怎么拉之前 啊 之前出车祸 然后这个锁骨有钢板 哦 好的好的 那你看注意安全啊 骑车特别慢一点 要注意安全 因为我这个支架不能碰手机 今天走上路导航都导错几次了 然后小哥跟我说 有导航手机 我们去听他介绍一下 他除了导航 还有其他些什么功能没有 正常手机是一样的 但是基本上 他那个微信定位比较准一点 是啊 这手机多少钱啊 淘宝上买了二手的 也才400块钱 新的呢 新的啊 没有新的 这全是二手的 对 怎么收这个 淘宝上收的导航嘛 导航手机 哦 这个不错 我们取下看一下好吗 嗯 哦 也可以拍照 对 那我也我也搞一个 而且他所有的工程都要起 防摔防水 哦 哎 这个就是锤子手机啊 他这个导航嘛 然后还有那个海拔叉 哦 然后是定位时间 哦 这是卫星定位吗 这是 嗯 哇呦 这是边度 哦 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 就在这个户外里面 哦 然后 这是国外版本的呀 这是那个美版的 但是生产场就是二本的 这个是要装什么呀 做什么的 哪一个 这个螺丝口 我以为这个螺丝口是装后视镜的呢 你看这个 这个螺丝口是装后视镜的 后视镜但是潜移的 厂涯 哦 然后这个螺丝口的话 我就把它弄了一个支架的 嗯 还带了一些水果 哦 可以的 小哥哥小姐姐她们要走了 然后好激动 哈哈哈哈 好了好了 摸摸打 拜拜 好了走了 你们先走吧 好帅啊 她就说我不敢 我不敢吃一羊狗 狗 他们太深情了 你看 怎么啦 怎么了嘛 嗯 你是借 你是狗自来熟 哈哈哈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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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们看我夫哥 我养了一年的狗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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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过呀 啊 你是在救我有什么不满吗 啊 不过呀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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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养的 我没有亏待他呀 啊 啊 好吧 啊 啊 小哥哥哥小姐姐给我拿了点水果 我也给他拿了点牛奶 因为刚刚上级有点问题 没有路上 那么 我们又准备出发了 我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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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